大家好,我是李贝老师,好,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讲一讲 Sajalatikata M8,Bab Liman的精简版 好,精简版的目的呢,就是考试呢,没有时间读课本的话呢,就去看精简版 好,来,我们来快速的go through 第五课 OK,Bab Liman,Bershkutuan Tanah Malayu, 1948年 OK,好,所以这边呢,要懂的几个重点呢,就是年份 这个呢,Bershkutuan Tanah Malayu呢, 1948就开始了 OK,1948,好,当时的社会背景,Lata Blakang是什么 首先呢,成了这个Bernambuhan Jotan Kwasa Gerja,这个工作委员会,好,工作委员会呢,有谁参与 有马来王族Raja Malayu,有巫统的代表 Wakiu Amno,Pengkawai Kanan British,以及英国的高层官员 所以呢,有三个,OK,记起来有三种不同的人参与这个工作委员会 好,他们有什么建议,OK,他们的恰当案,OK,这边有五个恰当案 第一个呢,就把全部马来州数 以及两个海峡殖民地,OK,就九加二 就是美亚都干,OK,就是变成,呃,就是变成一个联邦 Mulay Kan Kuru Kanan Dalat Bajaraja Malayu,就是恢复呢,马来王室的地位 跟他们的主权,OK,Katawatan,然后照顾马来王的特权,OK,Katulkan Istimewa,以及其他种族的利益 好,成立州议会,OK,Devan Burantangan Negeri,就每一个州有自己的州议会 好,以及呢,加强公民权,OK,就是呢,把公民权呢,再加紧一点点 不要太过爽,不要太过容易让人成为,呃,马来亚的公民,OK 好,好,这时候呢,有一个运动呢,叫做,呃,Katulkan Nationalism Mulayurathica,就是接近马来民族主义运动 好,这个接近马来民族主义运动呢,他们就攻击英国政府呢 他们就英国政府呢,只是偏帮巫统 因为呢,他只是跟巫统呢,进行闭门会谈 啊,他没有跟其他人,像马来人,他只找巫统罢了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啊,所以呢,他们就蒙个特地干,他们就把这个PKMM 就是Bert Party,格帮山,马来亚,就是马来亚民族国民党 马来亚国民党,他们就觉得英国人呢,就 呃,边缘化了马来亚国民党 啊,所以呢,他们觉得英国人只是要 召巫统进来的工作人员会,就副略了其他政党 所以呢,这个团体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Busat Tanaga Raya Putra,OK,记起来 这个是由马来人寄进主义者呢 他们就称了这个Putra,好,Putra呢,后来呢,就跟 AMCJA,AMCJA联手,好,AMCJA呢,是非马来人的,一群非马来人 他们称了,All Malayi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就是AMCJA 然后呢,他们的主持人就是Tan Chang-Lok,陈真陆 然后呢,他们也是觉得 英国人呢,向巫统低头 OK,啊,他们觉得呢 总之,他们就,这两个团体呢,他们就认为呢 英国人偏包巫统,然后呢,英国人向巫统低头 他们就不满,对了,不满英国人也不满巫统 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成立这个工作委员会呢,是不民族的demo,激大democratic 好,他们后呢,他们就跟Putra联手,OK,就变成了Putra AMCJA 好,AMCJA呢,他们就抗议这个Chadangal Balambaga,就是抗议这个1948年的 Balambaga Tanah Malayu,OK,好,就他们两个联手 好,联手后呢,过后会讲到他们呢,开始呢,推售他们自己的 好,在讲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马来激进主义者呢 他们是怎样的团体,我们有贡献吗,有,他们有很多贡献的 OK,然后记起来有三个贡献,一,二,三 好,第一个贡献呢,马来的激进主义者呢,他们呢 其实打从一开始呢,就是开始争取我国的独立 OK,好,第二呢,他们也是争取各民族的权利 以及给予言论自由,机会自由,以及出版自由 OK,他们争取的三大自由,OK 而且呢,马来激进主义者呢,他们也是捍卫 就是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呢,他们会出身 会捍卫正义,OK,所以接下来就是三个 马来人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者呢,他们的贡献 好,所以呢,Butra就是马来人激进主义者的团体 再讲MCJA呢,是非马来人团体的 他们联手呢,就一起对抗这个Butra Butra是不断,1948年,OK,一起来 代表人民,你们只是巫统,马来王室 跟英国人吧,真正人民呢,他们就 他们就推出这个Butra 成为一个替代的alternative OK,所以来取代这个1948年 OK,好,所以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Butra 人民宪法,OK,人民宪法呢,有什么建议 首先,他们呢,是主张 马来半岛呢,是跟新加坡 统一,他们不要很开,要统一起来 然后呢,他们要成立一个 中央的立法会,OK 以及呢,每一个州 OK,都有自己的立法会 OK,好,然后呢,公民权 公民权呢,是给每一个人 都一样的,没有分土著非土著 OK,公民权呢,只要你 把马来西亚 把这个马来半岛 当成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家园的话呢,而且呢,你的中心呢 是 OK,for 你就是有公民权了,OK 马来文呢,是国语 是唯一的国语,是唯一的 官方语言 所有的外交事务呢 以及国方呢,是由 马来半岛政府呢,跟英国呢 一起 共同的承担这个责任 然后呢,全部马来亚公民啊 这个很重要 都叫马来人 看到吗 就讲马来人呢,他不只是 一个民族的名称 他是一个国籍的名称 就是马来,就是等于马来亚的公民 OK 所以呢,马来不只是一个种族 它是一个国籍的统称 OK,叫做 马来亚 然后呢,他们主张呢,国旗呢 一定要有红跟白 OK,红跟白 就是英明那种红跟白 好,所以呢,这两个团体呢 他们呢,后来呢,在1940年 9月10号呢,发动哈达 哈达就是我们所称的大事 就全部商人关店 作为一个抗议 就不要做生意 全部关门店 OK,是哈达 OK,5.2 OK,发过本伦波汉 就是有什么 原因 OK,什么原因呢 是促成这个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的 首先第一个 马来人呢 对抗这个 OK,他们对抗 OK,他们对抗 OK,第二个 是殖民地的地位 OK,他们要认识 闹岸 OK,他们也要新的 来取代这个 然后呢 在英国人 在马来半岛的最高的 官啊 叫做 最高专员 而不是总统 以及王室呢 是在立法会呢 是有权利的 OK,就是他可以拒绝某个法律的制定 然后第五个呢 马来亚的周术 一定要在联邦里面出现 这个名称 OK 好,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 英国官员也支持 所以有这三个 三个原因呢 就促成了 马来亚 OK,联邦 就是Pershkotan 当然马来亚的成立 OK,记起来 第一,马来人呢 他们反对 马来亚有年 第二,王族跟不同的建议 第三呢 是英国高官 他们也认同 他们也支持 5.3 1948年的 这个Pershkotan 当然马来亚有什么特征 首先呢 它特征就是 9个马来州属 再加两个海峡殖民地 OK,9加2 这两个呢 是槟城跟马六甲 OK,槟城跟马六甲 所以是11个州 而新加坡呢 依然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新加坡呢 英国没有放人了 它还是控制新加坡 然后 整个联邦呢 最高级的官呢 就是 Pershkotan 就是英国最高专员 它是有新政权 这个是马来亚族的建议 OK,这个被采纳了 好,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有关王室的 OK,Margis Rajya Rajya OK,成立一个 统治者议会 统治者议会呢 就是让马来亚族呢 能给予 一些特定的看法 一些事先可以给予看法 好,接下来呢 它是立法的 OK,Pershkotan Pershkotan 是由Pershkotan 定义区领导 所以呢 这个Pershkotan 还有行政权 同时呢 它在立法会里面呢 它也是 Katua 它是一个首领的 第四个呢 是公民权 它公民权呢 一定要 刮 刮 OK Jus Soli Jus Soli就是属地主义 也就是呢 在马来半岛出生的人呢 你就可以做公民 可是呢 条件呢 只是给予 Raya Roger 和Raya British Raya Roger呢 就是 马来州属的殖民 而Raya British呢 是海峡殖民地的殖民 所以这个是九 这九个州的人民 他们在那边出生的话呢 就自动成为公民 而在槟城 跟马来亚旧出生的 他们是英国公民 所以呢 他们也是有机会成为 马来亚的殖民 好 所以这边呢 通过这个 马来亚族呢 终于 得到了他们的主权 他们终于捍卫了 他们终于 作为他们的主权了 所以呢 而且 第二个 这个第一个重点呢 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马来半岛呢 是 Betara Nau Nan OK 是蜀国的地位 我们是 什么是蜀国 我们不是殖民地 OK 好 第三个呢 公民权呢 也被 受尽了 OK 没有再这么放松 OK 好 这是三个特征 好 有什么割散 有什么影响 OK 这个 Betara 1918年 有什么影响 好 首先第一个 这是我所说的 王族的地位呢 恢复了 我们跟巴黎干 跟巴黎干 跟巴黎干 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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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 所以呢 怎样恢复 通过 通过 统治者议会的成立 OK 好 第二个 成功照顾了 马来人的特权地位 OK 好 第三个 我们不够乱 个 就是呢 开了一个空间 给予公民权的申请 OK 没有松 还是有空间 还是可以申请 好 第四个呢 就是出现了 种族间的合作 哥 就是他们 卡 好 怎样合作 OK 通过一个委员会 叫做 加巴黛 或者我们英文叫做 CLC OK 继续来 CLC OK 成立这个CLC呢 也是成立 这个Perskotan 拉马来游的 其中一个 格上 好 所以呢 整个 做整个总结呢 整个 巴黎干 总结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马来王室 就马来王族呢 他们的 孤统 OK 一起合作 合作过呢 他们就成功呢 成立了这个 Perskotan 丹纳 马来游 1978年 而在这个 联邦里面呢 Perskotan里面呢 首先 马来王族的地位 以及马来人的特权呢 被恢复了 OK 这个第一个 而第二个呢 英国也承认 马来 咒暑 整个马来呢 是 辣岸 OK 是蜀国 而不是殖民地 OK 这个两个 成功 争取到了一个 一个成就 当然后来包括 收紧公民权 后来再加上 宗族的合作 好 现在这个是整个 第五课的 精简版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呢 你就读这个精简版 就大概知道 第五课 犯什么事情 我们就下次呢 再继续看更多 单元的精简版 我们下次见 OK 拜拜